这里是美国普通的居民区 我现在在公园那边上 大家好 我叫刘大胜 我现在正在洛杉矶一处公园 我准备到这边来散步 因为今天太热了 我想到公园里面树荫下站一站 本来是想在屋的后院拍视频的 结果真的太热了 整个后院的热气还是很热 我就转到来到了公园 我想谈一下中国银行这个事情 中国银行它搞了什么 前不久不是有石油期货 降到了零下负37美元 然后中国银行的客户 石油宝吧 像美国那些大银行 他们都跑了 结果就中国银行在里面待 我理解是这样了 我能理解 理解的层面 也就是这个层面 因为具体的你跟我讲 什么经济学的专业名词 我也真的是不大懂 期货我稍微能懂一点 期货就是相当于什么呢 几个人商量这个玩意 比如说这瓶水 一个月之后的价格 就期待的价格 期货 然后呢 形成了这个交易 交易订单嘛 这个订单呢 可以就是买卖 哎呦 怎么一股大麻味的 美国这公园里面真的是 诺山基这公园真的不行 我那这妈一股上头 风一吹 它就上头 哎呦 说一说 美国在这方面也真的需要进步 应该规定这个公共场合 你不准抽烟 你不准抽大麻 你要抽就在家里面抽 我觉得这样是比较比较合理的 这样是比较合理的 然后言归正传讲到 中国银行这个 我也问了一些观众 不是一些吧 两三个 我问了这到底怎么样啊 这玩意儿是割韭菜呢 还是就是正常的商业行为呢 他当时就跟我讲了 其中有一位观众跟我讲了 稍微有一点我能听懂 他说呢 就跟这个P2P的呢 P2P它是不是正常的商业行为 就一个人跟你讲 给我钱 我给你20%利息 10%的利息 15%的利息 是不是 你们两个人达成 合同的嘛 你们志愿的嘛 没有拿枪逼着你嘛 结果人家这P2P 可能搞投资 他没成功 那就 就是说 就是投资者呢 就开始 找政府 啊 我们的资本 我们的钱 本金 跑哪去了 这是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P2P呢 就是 庄家就是政府 他故意吸引你来投 然后 那个人 政府的代表 可能就跑了 这种就是割救资 但是 因为第一种也有 第一种就是许多人 他这种 民间 通过这种手段 集资嘛 集资 那就属于商业行为 因为你投资的话 你必然有成功 也有失败嘛 必然 这是必然的 后来 他也跟我讲 这个石油宝 这个事情 说是不是割韭菜 什么 他有双重性 第一 中国的银行 本身就是 政府开的 就共产党开的 还有你投资这些 你想想这些人啊 投资客 你动不动 就投资个几百万 我操 几百万一千多万 你在中国 你能搞到几百万一千多万 你天天 你是小老百姓吗 小老百姓呢 一个别剩三十千了 他有钱投吗 基本就是中国社会 中上层的 就投资这个 就中国社会 中上层 普通大百姓 你天都没听说过 普通大百姓 懂个屁的 气货 还炒什么 国际石油 那懂个屁啊 石油气货 那都是天文 就感觉 什么天怪非仙 你讲的是啥 也没人懂 明白 也就是参与这个的 游戏的 就是中国的 中上层 那没办法 愿赌扶出吗 是不是 那党的话 顺便割韭菜吗 顺带着割一下韭菜吗 你这本来就是要割你们吗 你们以为自己是赵家人的 那就是赵家的狗嘛 说白了 跟着赵家混 然后你发财了 现在顺道 党直接把你们 就是使用市场手段 把你们割了一下 你们就吃亏了 吃亏了就就刷 就说这党不好 那党肯定生气啊 明白 你钱怎么来的 不就是因为跟我混 你才有钱吗 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 它不会成为一个社会的 叫做中间力量 因为西方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了 然后中产阶级就会有更多的政治诉求 不会的 因为中国的中产阶级是依附于共产党而发财的 他们会维护这个党 知道 现在呢 党稍微有点没钱了 所以要拿中产阶级下手 就是说哪里有什么岁月静好啊 只不过是 最穷的党已经割完了 割完了 那最穷的还没脏起来啊 和韭菜还没脏起来啊 那就没办法 那P2P再割一茬 P2P割一茬之后 房价再割一茬 哎 房价割一茬 一看你们这个什么 炒国际什么原油啊 什么大客户啊 也给你们割一下 啊 党一想不就不就给你们弄弄个几百万吗 你们就有意见了 啊 你还有啥意见啊 再有意见直接蹲大牢 党就这么想了 对不对 你再有意见 你再有意见 你就你就 我告诉你 你就成了个颠覆国家政权 赠权罪的 你再有意见 所以我想问一下 你们这些 中国的中产阶级中上层 你们是岁月静好 你们没有倒霉 没有倒霉到自己头上 好的 现在呢 你们投资失败了 你们破产了 你们完蛋了 我就问你 不管这个事情对不对 好 中国有没有言论自由 你有发生的渠道吗 在中国 你有吗 好 如果你们进入了法庭阶段 我听说有许多的投资客 他们要集体控告中国银行 好 我们前面的不算 我们就算这个 司法 你要控告中国银行 中国是司法独立的国家吗 你认为你的控告是有用的吗 你现在想起来要告他要讲司法独立的 司法公正的 因为你的利益受损了吗 但我告诉你 在中国你现在不告你认罪 你现在认了 说我亏了二百万 认了认了 那我就 本来就是跟党混的嘛 才发财嘛 那就认了 如果你现在说不认 我去告 我告诉你 等待你了 就是监狱 在中国就是这样 所以中国这个独裁国家 需要改变 这就是我为什么讲 我们觉得中国要有言论自由 要有司法独立 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现在你认同我了吧 说不定你以前啊 你们这帮在中国混的还可以的 一年挣个几百万的 一看 哎呦 看我这个 视频啊 一看大声 哎呦 大声 你真的瞎说 就是因为你能力不行 所以你在中国赚不到钱 你看我 一年挣个几百万 说不定你还这么想啊 对不对 现在干你倒霉了 你他妈的 你去银行门口举牌子抗议了 你说啊 怎么能这么坑人呢 那我那我讲了这么长时间 我天天讲什么中国司法独立 中国要自由民主 那哪一条不符合你的利益呢 对不对 还有我跟你说过 中国经济真的要不行了 要走那你就走吧 有点钱 有个几百万 你真的就走吧 也就不要再赚最后一分钱了 结果呢 有什么用 结果没有用 结果压根没有用 工程车辆倒车了 前面的工程车辆 结果我说了这么多没有用 社会主义的铁拳必须打到自己身上 你才能醒 等到你真的醒了 你已经出不来了 对啊 你没有钱了 你还欠银行欠个一百多万 你能出国啊 你出来你怎么活啊 你没有钱啊 你在国外你怎么活啊 你一分钱都没有 没办法了 你也不像我年轻 我二十几岁 我相信这些储户有个几百万去投资的 那应该都是四十岁以上的 四十岁左右的 所以早日如此 何必当初呢 既然你选择了这妈的 相信共产党 那你就要 做好准备 跟他陪葬 真的 这我不是跟你开玩笑 就你既然选择了这条路 你就要选择跟他陪葬 就可能自己倒霉 就像我了呢 我既然选择了 去骂共产党 去批评共产党 在媒体上公开选择 那你就要 那你就说白了 你就知道 你不能回去 你就不要回去 不要回中国 对不对 我既然选择这条路 那我就 我认 对不对 我说人说话 我不跟你打什么官枪 不跟你说什么 冠冕堂皇 什么解放人类 什么为了人类的正义 什么民主斗士 然后扯淡 我不这么想 我不这么想 我认为我既然选择这条路 我骂你共产党 那我不回去 那我就认了 不回去不回去嘛 我跟我爸妈可能这辈子不见了 不见就不见嘛 对不对 我我就想说 我看你共产党不爽 而且我骂了你 我感觉我爽 对不对 我这人就指 人家说什么 或从口出 并从口入 可以这么理解 我就是爽 既然选择这条道 所以你既然选择了税域尽好 你既然选择了跟共产党同流和物 你既然选择了跟共产党混 那你就要选择做好为这个党牺牲没卖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这有什么好说的呢 你早晚要倒霉 我告诉你 早晚你要倒霉 今天你躲过了P2P 你没有躲过这个中国银行 石油宝 对不对 你躲过了那北京低端人口 但是你没有躲过在武汉肺炎 对不对 你早晚有一个会轮上你 早晚 早晚的事 对不对 那我怎么样 那我这辈子不回中国呗 准备共产党倒台啊 有人说大山林一会什么 我认了 对不对 既然你选择了这个路 就跟答应哪妈的呢 答应哪妈的妈的 他在西藏 他要留在西藏 完了被共产党直接就抓了杀了 最后他出逃了吗 带着几万个藏人出逃 你这没办法 你打不过共产党 那你能出逃啊 要么就被他杀了 那你出逃了 你 注定流亡海外吗 这东西没办法 对不对 那能回去吗 回去就给共产党逮了 所以说在许多的人 我说的是许多的人 包括八九六四那一代 包括那些 比如说 参加过一些游行示威的 参加过一些集体运动的 参加过一些 抗议的 参加过你许多人 他实际上他在抗议之前 我相信他也在想 就是要不要做 如果做的话会有什么后果 就这样了 就跟那个 在中国临时馆抗议的呢 要有人呢 要就是说要上去演讲 然后就会拍视频嘛 然后就作为庇护的材料 这我讲的都是百分之百真实的 我都参加过 包括在下面啊 就说上去演讲啊什么 有的人就不敢上去 为什么 你上去演讲 那边都有摄像头 你就回不去了 真的 你一旦上去演讲 你就回不去 你回中国就没有用了 你以后拿了他妈 美国护照 你都没有用 因为都是面部识别 中国他妈都已经面部识别了 对不对 而且你作为 你在演讲的时候都会说 大家好 我是谁是谁 什么 就是你发表 你公开的发表 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演讲 公共场合 你在那中国临时馆 你站上去 你去拿个话筒讲 你已经回不去了 就是说 我见过许多 他在这个要你上去 上去讲一个 讲一个 他实际上内心也是在挣扎 就人生就是一种选择 他可以选择不上去 不上去 对不对 不上去可能就是要 那怎么办呢 那身份子怎么拿呢 对不对 那政治庇护怎么拿呢 人生就是这路啊 那你要是想拿呢 你要想拿呢 你就上去啊 你上去就是中国共产党对立面了 那你 那你就回不去了 是不是 人生就这样选择吧 就像你的 那你作为一个什么 中国中产党级 你选择跟共产党混 哎 你有吃香的喝辣了 你有钱赚了 你怎么一年挣个几百万 开个奔驰宝马 然后 旁边又是女大学生 晚上去 说不定还换一个 然后晚上去找一个 大大炮 然后 说不定还弄个什么三批四批的 对不对 你过得很爽 那你能想到你今天吗 今天你的投资直接就完了 打水漂了 还欠银行一百多万呢 人生就选择吧 你选择跟共产党混 那你就 干你倒霉就倒霉嘛 这有什么好说的 你做出选择就要 承受代价 付出代价 你就是认你知道 是不是 刚才许多呢 就是在中国有一些啊 就变卖房产 然后来到美国买房子 然后呢 就不被迷糊嘛 许多人 就结果呢 他们干的活 基本上也是差不多吧 就是要么就送外卖 要么干装修 要么打餐馆 因为他们以前可能在中国是中产阶级 哪里呢会干这个对不对 就我看到有一些真的有一些真的是干装修 真的包括那个我都亲眼所见的 打餐馆的确实因为年纪大了都三四十岁了餐馆都不要就干装修的真的哎 为啥 我跟 都我们都见过面了 我都说了 既然选择这条路 就得认 要不然美国也没要求你过来 对不对 你又不是韦京生 韦京生是美国交换出来了 美国跟共产党交换出来了 那你那些中国的那些跟共产党混了 你们现在是十四江河大 可能轮到有一天你们倒霉了 那你们就认嘛 你们就该倒霉倒霉 你们出国也没法出国了 你没有办法出国了 而且你们这有一些是共产党员 你是办庇护 你们也要注意啊 你们要想到底要不要告诉美国政府 你是不是中国共产党员 因为美国有法律规定 共产党员是不得入籍的 反正也很麻烦 反正也很麻烦 就看你人生就是一种选择 我觉得尤其是当你到大学的时候 你就是在选择 你既然选择了 你就要付出代价 用江湖上的话 你来讲 就得认 好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